小曾的莫卡乡村店 开在文三西路静州路口 三月份签了加盟协议 五月份正式开业 加盟费是15万 购买设备花了18万多 装修12万多 总共已经投入了50多万 开业的前一个月 前一个月就投入一两个月的时候 还算是有点业务 因为刚开始 新大家可能会有点好奇心 我还算是可以保本 越往后上一阶越差 现在都没有办法去维持我的开销 就是亏损状态 店里生意不好 小曾认为 莫卡乡村招商的时候 对他有所隐瞒或者欺骗 他说对方说 会提供专业人员 对商铺商圈调查评估 还宣称开店成功率高达98% 并没有宣称的那么高的成功率 然后就在我这附近 就倒了两家店 没有人告诉我 直到我自己发现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导致我这个投资开这家店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如果说他们告诉我 我就不会开这家店 跟小曾签加盟合同的是杭州 司瑞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说是在转唐珊瑚沙路附近办公 记者陪同小曾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 联系公司负责人 对方说人在外地赶不回来 你们承诺说这个商圈要进行调查的 从来没有做过 不用调查的 那个地方我们都开过店的 所以那个商圈不用调查的 没有问题了 我们都知道了 那你说这个商圈也挺成熟的吧 为什么我开的这家店 生意会那么差呢 不是关靠这个商圈 关靠这个位置 那人家现在 你看有些店那个唐狗 这两天的这个唐狗多少度 人家做到年底了 那你这个生意 你说人家都在做 那你不去躺不去弄 你也知道的 有些生意是做不了 至于小曾最在意的 开店成功率98% 这位江总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我们说的成功率98% 是开店的成功率 没有说是赚钱的98% 什么成功率啊 我们有100家加盟店 加盟了 结果开出来98家 这个就是98%的成功率 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赚钱的成功率 我这店开起来了就叫成功了 没错啊 不用去纠结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你如果说一定要是 纠结这些困点的这些问题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 读行一下律师 本来就是想安全 把房子也卖了 而且还借了一部分钱 来开这家店 小曾希望能跟 莫卡乡村好好谈谈 这位江总称 他们会再跟小曾约时间 双方坐下来进行沟通 腰宝宝晴艳记得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